瑞瑞湘赴明春推动社区营造及关怀照护不遗余力 受地方肯定也获得湘工所推荐参加全线社区评鉴考核 28号上午由产官学界及协辅共同组成的评审团专程到场来评鉴 湘工所明政客和社区协会干部不论是文件资料 或者是平日推动社照工作的记录问答等 图文并茂详尽呈现让评审团印象深刻 湘工所明政客长简单开场接收后 由县政府以及池大公卫系的高会娟 东华民发系的张希文 与牛黎社区交流协会的杨军碧 共同组成的评审团 依照了评鉴项目 分别与社区干部以及湘工所业务承办员现场进行访谈 若是湘工明春推动社区营造以及关怀照护部已余力 这一次获相公所推荐参加社区评鉴考核 为了让评审团更确切了解 协会推动各项社照活动计划与工作 除了借由简报图文并茂的说明 也被其相关文件资料详尽呈现 对评审委员有任何的疑问 也进一步来口头说明 评鉴过程互动热络 去年获得全线评鉴5G用社区的副名春 这一次重提战袍 社区协会干部全力以赴 离监事会干部全员到齐 对于评审团的提问也详尽说明 让评审团印象深刻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